同事臨床护理工作已歷30年 期間有一樓框的臨床故事可分享 就让我慢慢细说其中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一段故事吧 母女是大概60多岁 然后跟先生住在台中的三驱护梦 父亲俩非常含蓄害羞 我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很惊讶 她的右侧肢体被整个肿瘤细胞所覆盖 而且还留着浓跟血水 跟她共处一室的时候 就觉得身上有一些异味 这次是因为她的肿瘤已经大到 痒迫到她食欲不振疼痛 没有办法复习 所以才入院求治 胡小姐你怎么了 我身体哪里不舒服 我不敢帮我妈妈换尿布 我好害怕 不用担心 我带你 我教你怎么帮你妈妈换尿片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做 可以吗 谢谢 不用担心 走 我们进来 阿姨 要跟你帮助主啊 好不好 我跟你的女生 都跟你帮助主啊 好 来 她先找妈妈别怀心 好痛 哇 我丢掉 我丢掉 吴女士育有两女一职 而直高中毕业后就到处打工 领了薪水就马上去玩 而妈妈常每次想找她 却都离系不到人 去吧 哇 看我去吧 我们去吧 我们去吧 李李拉 你什么是准备 我 我开始准备 丢妇人名 请问一下是吴小弟的朋友吗 不好意思 有人在家嗎 媽 媽 死人 都是我最愛這頭 自己和你一直為我歡樂 對他就好 對他就好 好緊 你這段時間要好好的珍惜 跟你媽媽相處 因為你媽媽剩下的日子不多了 所以希望你這段時間好好的朋友 好 美玲姐 真的非常謝謝你這半天 謝謝 也應該的啦 明天才開心 謝謝 二姐最近還有什麼具體需要我 對 美玲姐 我一直有一個想法 因為我想在我媽媽有生之年 舉辦我的婚禮 哪會什麼時候結婚 但是一個問題就是一直困擾我 因為我想要讓媽媽穿得漂亮漂亮的 可是她現在的傷口 還有她的衣服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懂了 你是不是說怕擔心找不到媽媽 適合媽媽穿的日子 可以幫媽媽穿 是不是 不用擔心 這個我還會演手工 我可以幫你的忙 謝謝美玲姐 謝謝 真的非常感謝 謝謝 我可以讓媽媽完成她的心願 她一直跟我說 妳就像她的女兒 一樣 也多虧妳呢 才能夠讓我 陪媽媽度過最後這一段日子 蛤 媽媽走了 是啊 媽媽走了 媽媽終於不痛啊 美玲姐真的很謝謝妳 但是也請妳務必 要來參加她的告別式 很想這些年來 我從一位菜鳥到知識護理人員 歷經了 看盡了人世間的人 能暖 人情能暖 可是我覺得我得到最多的是 病患跟家屬滿滿的 關懷與友誼 希望未來在各方面 都能抱持正向人本 關懷與鼓勵的態度 投入繼續傳承 這是我的故事 希望你們也可以 創造屬於你們的故事 來與大家分享喔